大家好,我是外行员 这一期海贼王专题的话题是 山智和奎英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剧情进度可能表明 山智将在1035话正式打败奎英 在1173期海贼王专题 我们就已经胡扯到 奎英目前已经很难打败 真正的文斯默克科技极大成者山智 而这一期海贼王专题 我们就进一步胡扯一番 奎英具体会败于山智的时间 那就是本期标题已经胡扯点名的 可能就是接下来的1035话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胡扯的依据 也就是之前罗宾和圣平 包括弗兰奇的战斗进度 1018话的标题为 圣平vs福兹湖 就在这一话的结尾 韦田就为我们呈现了两人大战的结果 让圣平以鬼外政权打败福兹湖 1019话标题 是以左左目招式命名的 直升机角龙 就在这一话 韦田就让弗兰奇 以绝境中的弗兰奇离子光波 直接打败了左左目 1020话的标题为 罗宾vs黑玛利亚 虽然在这一话 我们没有看到两人战斗的结果 但就在接下来的1021话 我们就看到罗宾发生恶魔 一大悬窝勾爪打败黑玛利亚 综合上述的情况来说 标题之中出现被打败者的招式 标题之中出现谁vs谁的那一话 或者是接下来的一话 那名百兽团的高级干部 就会面临会落败的命运 说到这里 如果我们再来到 奎英和山智战斗进度的这一边 也就不难发现 奎英目前已经基本符合上述的这些情况 1028话的标题 就正是以奎英招式命名的万龙蛇 在这一话 奎英攻击山智失败 反倒迎来了山智肉盾属性的觉醒 1034话的标题 也就是 山智vs奎英 在这一话的结尾 奎英就已经被山智的新大招 魔神风脚爆裂牛肉踢命中 综合上文的内容 在胡扯来说 那么要么在1034话结尾 已经被山智击败 要么在1035话 全赏13亿2000万的太多 第二副黄奎英 也就将会迎来 被陆飞左手山智 重视打败的命运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